今天是1月16日星期一 首先今天的新闻提要 尼泊尔内陆基罪委事故 搜救人员声称已经放弃找到生还者的希望 逃亡30年的意大利头号通缩犯黑手党头穆德纳罗 在西西里道一间私人诊所接受治疗时落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 去年全球一共有86名记者和传媒工作者遇害 较之前的数据激增五成 连长的风暴令到湾区管道系统不声负荷 污水威胁居民的健康 不安 我是李俊文 我是麦长虹 寻找动人全员编织美丽同跨 星岛青山小姐选美现在接受报名 优胜者可获3000元奖学金 星岛日报娱乐头版加力可能就是你 我们参加了星岛青山小姐选举 认知了很多好朋友 增加了自信心和舞台经验 锻炼了仪态和谈吐 参与了不同的社区活动 回馈社会 欢迎你们也来参加 星岛TV 迅电视 app 是全美最大 资讯最快的华人媒体手机平台 app 星电视新闻 粤语和国语电台直播 还有其他受欢迎的节目 例如总编辑时间 时事观察等 星岛一站式服务平台都在里面 星电视 app 方便又快捷 快点设载 知道更多资讯 实际是今天的头条新闻 尼泊尔内陆客机在位事故 首个人员说已经放弃找到生还者的希望 交给港台记者邱家威报道 网上流传片段 据报是客机出事前 有乘客在社交网站直播 客机星期日早上 由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飞往大约200公里外的旅游小镇 博克拉 行程只是20多分钟 当时窗外已经见到陆地 乘客也没有察觉一样 但没多久有乘客大叫 画面遥防 客机聚毁和起火 也有片段见到客机低空飞过 机身大幅度傾側 有目击者说客机当时急速转弯 不知是想飞往旧机场 或避免聚落民居 出事的商引擎客机 最终在机场一公里多外的峡谷聚落 一半残骸跌落到峡谷 机上68个乘客和4个机组人员 大部分围体已经找到 当局还在搜查剩下的失踪者 客机上有15个外国人 来自南韩、印度、俄罗斯和澳洲等等 出事的ATR-72型客机 属于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 机零15年 客机原定降落的新国际机场 两个星期前才启用 当局宣布星期一全国哀悼一日 并成立委员会调查 预计45日内提交报告 今次是尼泊尔30年来最严重空难 2000年以来 在当地发生的多宗空难 已经合共导致超过300人离难 原因跟当地山区天气恶劣 客机欠缺维修等有关 欧盟自2013年开始 以安全水平差为由 禁止尼泊尔的航空公司进入领空 尼泊尔是全世界执飞条件 最特殊且复杂的国家之一 一位航空业界资深人士曾指出 由于恶劣的天气 崎嶇的地形和飞机老化 尼泊尔飞机失事频率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要高 加上这次在过去30年 已经发生了28起空难事故 由于市场比较小 国家相对落后 很少航空公司有能力改进机型 因此不得不采用落后机型 执行危险的山区 航线飞行 不单只有住 恶劣的气候和老旧的机型 尼泊尔大部分机场更是建在山地之间 地形复杂 装有 窩伦 螺旋掌发动机的小型飞机可以抵达 但大型喷气客机就不行 而这些较小的飞机更容易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 欧盟甚至由2012年起 就禁止尼泊尔航空公司进入其领土 理由就是飞机坠毁的频率太高 过去数个星期 加州饱受暴雨和洪水游轮 州内两座的水库正采用创生的方法 协助提高水量应对航程 也都标志着 从数十年历史的水利管理方法 变成一种可以在气候变化东 迅速适应降水的系统中出现更大的改变 全国公共电台指出 根据现行规则 即使在长期干旱的州内 水库不被允许在冬季时满水 如果水库储水过满 会被要求放水 原因是如果受到强烈风暴襲击 腾出的空间就至关重要 水库会收集境流 避免水染下游城市 但如果有重大风暴来襲 这些水库显然无必要先发制人腾出空间 也就是说在干旱月份 之前失去珍贵的食水 驾走两大水库 福以深湖和曼多西诺湖 为此重新展开规划 依靠气象预报做指导 在预测风暴来临前数日 先将水腾空而非驱离于规则 今个月连长的风暴揭露湾区 最骯髒又令人不安的秘密环境之一 暴雨浸没湾区庞大的管道系统 将废水排到不属于他们的地方 危及民众的健康 湾区新闻集团分析了88份 向州应急服务管理局提交的报告 显示单在这两个星期内 大雨就触发湾区几百万加轮 未经处理污水夹杂雨水被释出 污染几十条河溪 最终流至大河和三藩市湾 三藩市湾区使水质管控委员会行政主任警告 如果接触洪水需要用香繁棉和水洗手 确保不会接触病菌 他又说由去年12月31日至今年1月3日 湾区有1400多万加轮污水被排出 足够填补21座奥运标准游泳池 今月4日那次风暴 触发另外800万加轮污水被排出 数量相当于12座奥运游泳池 最近的污水排出量还在点算中 游泳池镇转头回来将会是国际新闻 选找动人全员编织美丽同跨 青岛青山小姐选美现在接受报名 优胜者可获三千元奖学金 青岛日报娱乐头版加力可能就是你 我们参加了青岛青山小姐选举 认知了很多好朋友 增加了自信心和舞台经验 锻炼了仪态和谈吐 参与了不同的社区活动回馈社会 欢迎你们也来参加 青岛TV新电视App是全美最大 自信最快的华人媒体手机平台App 新电视新闻、粤语和国语电台直播 还有其他受欢迎的节目 例如总编辑时间、时事观察等 星岛一站式服务平台都在里面 新电视App方便又快捷 快点下载知道更多资讯 继续是国际新闻 出访非洲的中国外长秦刚 在行程最后一站 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外长舒凯利会面 交给港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外长秦刚与埃及外长舒凯利会面之后 共同举行记者会 秦刚提到中东局势 指不稳定及不确定因素仍然得出 一些国家局势动荡不安 外部干涉依然是破坏地区安全稳定 影响地区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 中方呼吁埃外国家尊重中东国家主权 近期以巴雙方紧张局势加剧 中方深感担忧 呼吁有关各方遵守联合国相关决议 切实维护耶路撒冷 宗教圣地历史上形成的现状 保持冷静克制 以色列尤其应该停止一切煽动挑衅 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单边行动 秦刚总结埃及行程的时候说 双方一致认为中埃共建一带一路 潜力巨大 中方愿意和埃及进一步对接发展战略 并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到埃及投资兴业 秦刚和阿盟秘书长 蓋特共建记者的时候说 上月首届中亚峰会成功举行 取得风石成果 下阶段中方愿意和阿拉伯国家联盟 加强沟通协作落实首届中亚峰会的成果 乌克兰东部城市蒂列伯罗住宅 被导弹击中造成局部倒塌 死亡人数增加至30人 70多人受伤 详情交给港台记者梁静涛报导 救援人员在被导弹击中的住宅大厦 发现一名女子 她们立刻清走这区雅历又出动起重机 不过结果失望而回 这座位于东部城市蒂列伯罗的 九层高住宅大厦 星期六遭到导弹击中大门口 楼梯多层就好像骨牌一样倒塌 几十人死亡 包括一名15岁少女 仍然有多人失踪 視像相信再找到生还者的机会相当渺茫 乌克兰军方指俄军上程轰炸机 在赫尔斯克和亚述海附近地区 发射五枚导弹 其中一枚击中蒂列伯罗士的住宅 又指俄军使用的是苏联时期研制 被称为航母杀手的反栏导弹 弹头重一吨 不过乌军缺分能够拦截的武器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指 襲击发生后收到世界各地传来的同情信息 他之后转用俄语 批评俄罗斯人对襲击保持沉默 指他们沉默罗约 试图等待只是发生的事情完结 将来同样的恐怖分子会找上他们 俄罗斯国防部承认 周末向乌克兰发动连串寸导弹攻击 不过没有提到帝列伯罗住宅是目标之一 只是强调击中所有预定目标 完成攻击任务 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当地传媒访问 说当局对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有积极进展 一切都按照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计划 希望俄军能够取得更多成仗 另一方面继英国早前说 会向乌克兰提供14架挑战者 热型坦克和先进火炮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表示 战时正处于决定性阶段 向乌克兰提供获性所需的武器很重要 他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承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5号指出 乌克兰有望在近期内收到西方国家提供的更多重型武器 今月稍早时分 法国、德国和美国分别承诺要提供 AMX-10RC轻型偵察装甲车 和40架雕鼠式步兵战车 及50架布莱德雷战车 俄罗斯维莫昂表示 英国政府计划向华兰提供4架瓦柏奇直升机 和地獄火制度导弹 斯托人士指出 几乎需要4架以上的直升机 才能使其运用具有战略意义 他认为 从战术角度来看 发送瓦柏奇直升机是重要一部 报导指 每架瓦柏奇AH-64 可能装备16枚地獄火制度导弹 76枚九头蛇、70航空火箭 及30毫米口径机关炮 预计飞行员的培训工作 将在英国进行 直升机维修基地 将部署在和乌克兰接让的 其中一个国家 例如波兰 德国国防部长 南布雷希特辞职 获总理索尔茨接受 南布雷希特 自2021年12月 开始担任德国国防部长 当地传媒说他多次被要求辞职 原因是涉及多宗失误事件 包括德军装甲部兵 去年、去年底进行军事演习时 18部战车集体故障等 亦有舆论批评他对俄乌局势反应迟 乌克兰去年初要求德国提供重型武器 但他只向乌方调拨了五千顶头盔 他又被揭发滥用军事资源 去年4月乘坐军用直升机前往德国北部 视察联邦国防军部队后 带保镖和儿子前往附近的倒序度假 英国伦敦一名警员在法院承认17年间 曾经性侵犯了12名女性 48岁被告卡里克承认干犯49项的罪行 卡里克2001年加入伦敦警察厅 曾经担任国会院外交指挥部 法院文件显示在任期间 警方收到9宗有关卡里克涉及强奸的报案 但都没有采取行动 直至他在2021年因为涉嫌强奸被捕之后 才遭到停职 警方表示卡里克在交友网站或社交场合 认识的一些女性 利用自己作为警察的身份 获得对方信任 伦敦警察厅助理处长葛瑞形容 案件令人震惊 对警队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警方就未有更早地将他格职道歉 伦敦市长简世德质疑被告 为什么能够长年在伦敦警察厅工作 认为必须严肃跟进 逃亡30年的意大利头号通缉犯 现年60岁的黑手党头目德纳罗 在西西里岛一间私人诊所接受治疗时落网 当地传媒说 献兵进入诊所问他是否德纳罗时 他回答是 两名献兵之后将他戴上车 他期间面色苍白眼望前方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 德纳罗落网是意大利的伟大胜利 代表意大利面对黑手党不会投降 德纳罗在1992年涉嫌谋杀反黑手党检察官和法官 缺席聆讯之下被判终身监禁 他又在1993年涉及佛罗伦斯、罗马和米兰 发生的炸弹集击 同样被判终身监禁 他之后开展长达30年的逃亡 有报道说 卓号魔鬼的德纳罗 获得大银行家的支援 逃亡期间生活奢华 中国滴滴出行表示 获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同意 即是恢复新用户注册 滴滴出行在官方微博表示 将取取有效措施 设施保障平台设施安全及大数据安全 维护国家网络安全 公司表示一年多以来 认真配合国家网络安全审查 严肃对待审查时发现的安全问题 并作出全面整改 香港机场去年客运量按年升近3.2倍 至大约570万人次 货运量就跌超过16% 有420万公吨 单计12月 机场客运量达到160万人次 相当于去年全年的28% 按年急升9.4倍 往来东南亚和日本的旅客量升幅最为显著 货运量就按年跌超过26% 至35.1万公吨 虽然数据显示通货膨胀 稍为缓和 但民间生活压力并未减轻 最新的经济分析报告表示 全美家庭上个月的商品和服务支出按年增加371元 当中食物的开支就增加約72元 目的分析公布报告 比较了解了 普通家庭在2022年的12月和2021年的同期生活成本 得出了上述的结论 具体分类的话 每个月的住屋支出是平均增加82元6毫 食品支出平均增加72元01 其余的医疗水电等公用事业 娱乐以及酒精饮料的成本也正在上升 只有汽油支出按年省微减少1元5毫 省微令人庆幸的是12月的年度开支增幅 比6月通胀最高峰时的502元有所回落 去年12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按年上涨6.5% 同年6月则达到全年最高峰的9.1% 劳工统计局上星期表示 民众在生活习货方面的开支比之前一年增加11.8% 有交易员说市场对中国内地经济复甦预期乐观 北向资金大幅流入推高人民币 但美元指数回升加上人民币有获利盘 令人民币出现回调 分析预料随着春节临近 结汇需求逐渐下降 短期人民币或会在6.7附近徘徊 关注明天公布的内地经济数据 由于今天是折价的关系 美股休市一日 我们休息一会 最后回到其他新闻内容 这里是星岛中文电台新闻资讯节目 新闻直播新 欢迎你继续收听 继续新闻时间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今天起恢复服务 运较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就表示 往来广州的票务较为紧张 会视乎高铁服务开通之后的营运情况 也会和中国内地接触 讨讨论有没有空间增加车票的数量 交给港台记者黄斌南报道 高铁香港段恢复营运 遇到快过年 预料会有不少市民回乡探亲或者旅游 现在高铁的班车有没有加密的空间 例如说去广州那些都比较 票务那些都比较紧张一些 我们也都会在看开通了高铁服务之后的容量 我们也都会和内地紧密接触和票公司 去讨论有没有空间加车票的数量 林世雄又说 有坐高铁抵港的内地人 说会在香港逗留一两天 显示游客已经开始回到香港 那计划什么时候开放高铁长途路线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短途的营运 我们会看看九龙站的营运情况 我们也都会和内地紧密这样联系 那就是对于长途的班车 我想我们以后都会陆陆续续 我们和内地聊过之后都会去復运 但是时间今天我们未必能够确定的 警务处处长萧扎仪 朝早也都有到西九龙站巡视 港铁就说西九龙站整体车站运作畅迅 但也有部分由内地抵港人士 因为核酸报告问题要折返 我们今早早发言有零声 在内地抵港的旅客 由于那个核酸报告出了问题 是他们要回到国内的 那这个就是中国海关那边 会做出商用的安排 他提醒旅客 要持有48小时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以及做好内地电子健康申报 香港15个年销市场今天起开放至大年初一凌晨 其中最大的维远年销市场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买花 详细交给港台记者旺威培报道 今天年25还有几天就过年 全港15个年销市场今天起开放 其中全港最大的铜锣湾维远花市 有市民第一天就来买花或者格价 第一天的花应该是最美的 买蓝花如果2000元 最后都不用2000元就搞定了 来是想看一看价格先 但是第一天的花都未齐 可能要来多一天 始终疫情影响了每个人的心情 那些花是带来喜乐的 有市民因为疫情关系 已经几年没有行花市 顺路经过就来看看 扔了那些花 这几年疫情之后就开始扔花了 去年年初因为疫情 全港年销市场取消 今年复办大母干货和熟食当 只有湿货 有花档说人流比以往少 绝对是有这个气氛的影响 对比往年计 开市的这一天还是稍顺 很大影响的 有干货 有小朋友过来 一家大小开开心心 很奇怪 为什么供展会可以吃东西 试食完全解放了 但我们连干货都不准放 有花档就说 花市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热闹 但来买花的人就疏爽了 那些人会经常花钱了 家里满了这么久 很容易问一问 便宜一点点 便立即卖取 可能经过COVA之后 会觉得有得吃就吃 有得玩 有点钱有得洗 都会买些东西 哄一下自己开心 不少摊档都说 今年花价和往年差不多 主要是运输成本贵了 但市道气氛依然不太好 都不敢加价 有摊档就因应未来套年 以兔子的盆景摆设和花盆应折